美国慈善医疗置业基金会与其他的慈善团体合作了关爱健康议诊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行动议诊这一站是来到了南加州的内陆城市 为低收入户或是没有保险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在涉事40度的热浪中 慈济大爱医疗巡回车开往圣伯纳丁诺 我们所服务的对象都是属于一些低收入的 一些没有保险的 当他们看到医生 看完医生拿到眼镜 那种欢喜的心态 这就是我们所谓要做的 包围到人间爱 慈济和莫莉娜医疗保险公司第四年合作关爱健康议诊 民众充分掌握资讯 一如往年经验 牙科需求仍是最大宗 牙医材料供应栈专业且完善 消毒过的用消毒水再润死一次 这个是干净的清水 这个温度很高275度 然后我们拿到这边来 还是有一点蒸汽 所以我们让它这样自然干 为期三天的大型疫诊 还有其他内科小儿科以及中医治疗 医师群详细不马虎 因此民众免不了等候 此刻慈济志工准备的花道体验带动唱 驱走枯燥乏味的情绪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黄光宇 黄佳慧 美国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